不得不说 一拳超人的审问方式真是简单粗暴 他到底想问出什么呢 原来有位疯狂的医生研究出一种可怕的病毒 被感染者将变异成嗜血的行尸走肉 早在几年前 这位变态医生 为了让自己死去的女儿死而复生 他不惜牺牲上百人的生命 供他做惨无人道的活体研究 很快警察找到了这个隐蔽的实验室 中断了医生丧心病狂的行为 好巧不巧就在警察准备将其绳之以法时 突然发生了一场毁天灭地的大地震 一瞬间整个韩国土崩瓦解 无数人丧身在废墟之下 服务双至祸不单行 大地震过后又遇大汗 幸存者们靠着仅有的污水勉强度日 食物变得极其珍贵 这天小崔和往常一样 在断壁残垣之中狩猎 简直是离了个大谱 寡历中竟然爬出一只史前巨鳄 小崔又惊又喜 为了一击必杀 他给弓箭增加了火焰属性 不负所望火箭精准命中鳄鱼的脑袋 原地挣扎了几下便没了动静 小崔高兴坏了急忙上前 不料这只鳄鱼居然炸死 这回热闹了猎人与猎物的身份瞬间逆转 小崔无路可逃 眼看就要变成食物 生死关头 马叔及时赶到 硬生生将大鳄鱼拉出汽车 拔出大砍刀干脆利落的几刀 鳄鱼的脑袋便与身体永远的分了家 这么大的鳄鱼一锅根本顿不下 两人更是吃不完 索性马叔在营地里摆起了摊位 把鳄鱼切成小块 准备把肉分给大家 而他们只是随便收一些物资作为交换 一位富婆拿着一盒金银首饰 妄想换一整条鳄鱼尾巴 然而在末日世界金银反而变得一文不值 结果只换到了一根小辣条 苏娜的出现让小崔的脸上写满了高兴 奶奶为了感谢马叔的照顾 特意给他带来一条围巾 突然一群小混混闯了进来 还自称是警察办案 说完就拿出一张很偷向的通缉画像 来到人群中就开始胡乱抓人 稍遇反抗就是这样的下场 小头目看到年轻漂亮的苏娜两眼放光 上来就开始动手动脚 一边的小崔看到自己喜欢的姑娘被人欺负 再也无法忍受 硬着头皮当了护花使者 对方人多势众很快就被打倒在地 马叔表示很无奈 总是让自己出来收拾烂摊子 这几个小混混哪里知道马叔的厉害 不过他们很快就会知道了 在杀猪刀的威慑下 小头目彻底服了 原来他们的幕后老大绰号叫老虎 在早些年与马叔一样是个职业拳手 只不过是马叔的手下败将 这是小头目身上的纯净水引起了他的注意 要知道大地震后又遇干旱 能有污水喝就已经不错了 据交代他在一所隐蔽的公寓处获得 最后狼狈地夹着尾巴逃走了 看见如此勇猛的男人富婆彻底沦陷了 马叔被吓得掉头就走 拖着用鳄鱼肉换来的物资回家 前方一群衣着整齐的人出现在苏娜家门口 他们一看就不是营地里的人 马叔马上警觉起来 领头的女人姓金 是位老师 声称他们在首尔建立了一个安全区 那里有充足的水和食物 外围还有训练游素的军队可保障安全 来此的目的是寻找像苏娜这样的青少年 金老师说青少年是人类复兴的希望 到达安全区后才能安心学习与生活 听了天花乱坠的描述奶奶心动了 表示愿意带着苏娜前往 金老师带着他们连夜赶路 一个叫猪夜的女孩跟苏娜年龄相仿 两人一路上有说有笑很快就成了好朋友 大家不知走了多久 上了年纪的奶奶渐渐体力不支 为了不影响行程 金老师让随从带着两位老人 去附近的医疗站休息 明天再派车接他们去安全区 这个安排很合理 苏娜并没有觉得不妥 可奇怪的是老人被带走后 前方就出现了接应的汽车 这一点让她产生了疑问 加之队长脖子上的奇怪组织 苏娜更加变得忧心忡忡 果不其然两位老人被领到一片废墟 根本就没有什么疗养院 他们把老人无情的推下万丈深渊 奶奶也被一刀刺穿后背 小翠与马叔还是放心不下 结果还是来晚一步 马叔果断出手迅速放倒两人 接着诡异的一幕发生了 明明被刺穿心脏的男人 竟然重新站了起来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马叔一脸震惊 很显然眼前的男人 已经不是正常人类了 不管受到怎样的重创 仍能不知疼痛的继续战斗 小翠故意将男人引入陷阱 可对方接下来的操作 着实惊到了他 没想到男人为了摆脱陷阱 毫不犹豫地割断了自己的脚 千军一发之际 一个女人突然冲出 使出一招夺命剪刀脚 一刀解决了男人 突然杀出的女人 引起马叔的注意 马叔顺势一刀 便让对方人头落地 可惜苏娜奶奶 已经没有了生命迹象 显然 公寓安全区一定藏着 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女人曾经是特种部队的中士 大地震发生后 奉命营救幸存者 直升机上一栋未倒塌的公寓 在部队的协助下一个安全区很快落成 直至这天一个男人来到了这里 他就是那个变态医生 一开始他用高超的医术治愈了很多人 因此得到了大家的尊敬与爱戴 但慢慢的医生暴露了真实面目 公寓里的青少年接二连三的失踪 终是怀疑这和医生脱不了干系 结果也正如所料 长官与手下已经接受了改造 只有自己被蒙在鼓里 医生坦白自己能在灾难里存活下来 正是他研究成果的功劳 此时 医生已经把自己当成了真神 只有他才是全人类的希望 终是不愿意与这些毫无人性的怪物同流合污 想开枪干掉这个变态医生 不料自己被长官一枪击中 情况紧急 终是只好跳窗逃生 昨天夜里正好见到身手不凡的马叔 所以希望能得到帮助 救出关在那里的手下 听到这里两人瞬间明白过来 为什么那些人费那么大劲寻找有青少年的家庭 经过一夜的路程 苏娜等人来了那个公寓 这里的确如宣传的那样 全副武装的士兵负责安保工作 自己自足的蔬菜水果 最重要的是这里有喝不完的纯净水 这里的居民脸上洋溢着幸福 然而看似和谐的画面 背后却隐藏着一个惊天的阴谋 马叔和小崔非常担心苏娜的安危 看到尸体上的纯净水 马叔突然想起一个人 他就是黑帮头目老虎 不妨从这里作为一个突破口 见马叔等人不请自来 两大帮派停止了火拼 老虎深知老马的实力 单挑是不可能单挑了 打职业拳赛的时候 他可经常领教铁拳的滋味 便让小弟们发起了群殴 可仅凭这几个小混混 那是根本不够打 马叔只是略微出手 便了解了这个段位的极限 更何况还有一个身手不错的特种兵 趁着大乱斗的时间 小崔放出了被关押的幸存者 很快马叔扫清障碍 来到老虎面前 这家伙在别人面前霸气策露 可到了马叔面前 马上就怂了 变成一只只老虎 马叔用沙包大的拳头开始审问 不愿意讲 当场就被一拳撂倒 很快小弟全被送入梦乡 老虎只好说出实情 原来那些纯净水 是他们用抓来的青少年 从公寓里换来的 至于他们用这些孩子干什么 老虎却一概不知 医生以教育为由 将孩子与家长分开 成绩优异的学生 还会获得丰富的奖励 因此家长们对此深信不疑 争相把自己的孩子交给医生 很快苏娜与朱叶被金老师带到了教室 但是这里的学生 各个面无表情 死气沉沉 所有人的耳后 都有一个奇怪的伤疤 有种说不出来的诡异 每次课后 医生都会给美人带来一瓶水 并督促所有人要全部喝完 朱叶为了拿到所谓的奖励 主动提出要配合医生的研究工作 苏娜对成为金老师口中的新人类 没有丝毫兴趣 她只关心什么时候能见到奶奶 医生表示奶奶身体不好 还需要在医疗站休息几天 紧觉得苏娜笃定这所公寓一定有问题 所以并没有喝下医生给的水 为了找到这所公寓的秘密 夜深人静时分 苏娜悄悄溜进了实验室 从医生的研究笔记得知 之前参加研究的孩子 无一幸免全部死去 而朱叶正躺在里面的房间 脖子上还插了一根管子 苏娜刚想叫醒她 门外突然传来脚步声 原来是朱叶的父母担心 跑着要见女儿 见到躺在床上的朱叶 父母着急坏了 医生只好跟他们解释 这只是正常的实验流程 如果研究成功 他将创造出更适合在末日生存的新人类 掌官级士兵再也不用注射药剂来抑制副作用 事已至此 医生毫不掩饰地给他们看了自己的半个女儿 夫妻俩吓坏了 现在他们只想带走女儿 他们哪里知道强行中断 实验会让女儿丧命 实验品被毁 医生露出了真面目 残忍地杀害了夫妇两人 苏娜目睹了整个过程 不禁叫出声来 医生脸上挂着变态的笑容 没有想到这么快就找到了替代品 第二天 马叔带着老虎来到公寓 但今天并不是送人的日子 守卫起了疑心 既然这样马叔只好开车强行闯入 卡车在营地里横冲直撞 顶着密集的火力一头冲进了公寓内部 清理完外围按照计划 终是要首先救出手下协助作战 当他们进入牢房却看不到一个人 几人继续搜寻 总算是在最里面发现了被关押的士兵 但这些人已经发生了变异 不用想他们变成这个样子 肯定是医生实验的失败产物 看着昔日的战友变成了丧尸 中士竟待在那里半天没回过神来 这些变异者与那天晚上遇到的一样 抗击打能力非常变态 缺胳膊扫腿依然能继续战斗 小崔大叫一声终于让中士清醒过来 几人合力刚清理完丧尸 扩音器里就传来了医生的声音 他告诉居民有敌人入侵 叫他们千万不要出门 还天真的让马叔等人缴械投降 否则格杀勿论 马叔可不是下大的 他用自己的铁拳给出最有力的回应 医生气急败坏地派出了手下 马叔使出一招隔山打牛 一枪把肛门干出一个大洞 两人迅速舔包补充枪支弹药 面对更多的士兵 马叔让两人分头寻找苏纳 自己火力全开 很快就打光了子弹 金若猛男拿不到背后的大砍刀 这个细节非常真实到位 趁着视野不清 马叔神不知鬼不觉接近 犀利的刀法如同砍瓜切菜 一刀带走一个小朋友 甚至还使出了传说中的枪斗术 一个小队的士兵就这样全军覆没 马叔在幸存者的口中得知苏纳的下落 而另一边的中士 表现出一名优秀特种兵该有的水平 在清理完几名杂兵后 昔日的长官终于出现了 这家伙的身手本来就不错 再经过医生的改造变得更加厉害 就算是被刺中也完全不当回事 中士遇上他显得非常被动 由于实力的悬殊 中士在伸中一刀后 又从楼上被扔下昏死过去 小崔来到了教室 抓住金老师让他带路去找苏纳 途中遇到了长官 马叔让小崔快走 自己来对付这个难缠的家伙 虽然他的实力已经得到大幅度增强 但马叔一拳超人的头衔可不是浪得虚名 两人大战了三百回合仍不分胜负 马叔大力出奇迹 用力将其甩出窗外 利用锋利的玻璃 然后轻轻这么一掰 长官的脑袋就被拧了下来 变态医生利用苏纳研发出最新药剂 来不及做过多实验 他就给自己来了一针 结果刚打完他就感觉不对劲 原来在实验之前一定要喝下医生准备的水 心存借地的苏纳并没有喝 所以导致他注射后非但没有达到预期 反而产生致命的后果 这时小崔带着金老师闯入实验室 医生拿出手术刀 架在苏纳的脖子上让他放下武器 胁迫之下小崔被打倒在地 实验室位置暴露 医生赶紧让两人将他的半个女儿打包带走 让他没有想到的是 马叔这么快也来到了这里 他夺过女兵的手枪打伤了金老师 他痛苦地向医生求救 结果却换来了一颗要命的手雷 爆炸过后 马叔冲进火海 还好苏纳与小崔还活着 另一边的医生拖着大箱子准备逃离 不料被失去孩子的家长团团围住 迎接他的将是一场狂风暴雨般的胖揍 人群中突然有人看到医生脸上的异样 原来刚刚的他注射的药剂已经产生了反应 看着辛苦的研究成果被毁 医生彻底疯了 捡起枪对着人群展开无差别扫射 凤凰过后 他崩溃的发现 装着半个女儿的箱子也中枪了 医生的希望最终破灭 估计神仙来了也无法医治 他认为这所有的一切都是苏纳等人一手造成的 端起枪要让他们给自己的宝贝女儿陪葬 竟好马叔早有准备 是时候结束他罪恶的一生了 为了救活自己的女儿 又有多少生命无情的被当成牺牲品 医生死后 天空终于下起了雨 苏纳告别奶奶回到了幸存者营地 父婆拿出酒要与马叔一罪方休 马叔吓得掉头就逃 没有想到天不怕地不怕的铁血硬汉也有软肋 都看到这里了 不要忘记点订阅加关注哦 我们下期再见